学员朋友们好 我喜欢把税收征收管理法 内部法律它的大致结构划分为管征查法 管是税务管理 征是税款征收 查是纳税检查 罚就是法律责任 其中涉及到的违章处罚 那我们第十三章的第五节就是法律责任 往往涉及到纳税人 扣脚义务人 有违章 违规 甚至于违法行为了 如何进行处罚 首先呢 我们来看第一组桃点 违反税务管理基本规定行为的处罚 打了两颗星 以往年度多次在这里命制过客观题 包括去年在这里也是命制过客观题的 根据征管法第六十条 实施细则第九十条规定 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两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两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政策针对的是纳税人 没说扣脚义务人 因为扣脚义务人 我们后面单独的有他违规 如何进行处罚的规则 同时我们大家呢 仔细看 强调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纳税人呢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然后马上就说可以处两千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那罚的就更多了 他没说不改的才罚 所以呢 这个地方暗藏着一个坑 咱们以往年度考过 说纳税人的这个行为啊 室友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预期不改的才可以罚款 这可不是说预期不改的才可以罚款 无论改与不改都可以罚款 第一 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变更注销税务登记的 这一点呢 咱们前边讲过税务登记 它的期限一般是30日内 变更登记也是30日内 而注销税务登记呢 一般是先税后证 就是先把税务登记注销了 然后你再把营业执照再去注销 但是特殊情况下 是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那么吊销营业执照 注销税务登记的时间呢 是15日内 这个都是由时间规定的 第二呢 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簿 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的 咱们这个按规定设置保管账簿 然后设账 首先有时间 咱们领取工商营业执照 这日期15日内是要建账的 另外必须有中文 要没有中文的也是违反了 这条规则 保管账簿记账凭证 除另有规定证外 如果没有单独规定的 账簿记账凭证 要保存10年 前面都说到过的 接下来 未按照规定将财务会计制度 或财务会计处理办法 和会计核算软件 报送税务机关被查的 第四 未按照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号 向税务机关报告的 就是纳神的银行账号 一个不漏的都得要向税务机关报告 第五 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 或者损毁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 这个咱们前边 在讲这个税务管理的时候讲到过 第六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 办理税务登记证件的验证 或者换证手续 咱们现在他没有单独的证件 所以这条 也就是我们了解一下即可 解释一下 上述 违章处罚呢 属于税务行政处罚 纳税人如果存在上述行为的 税务机关是责令改正 然后马上就说可以 对他处以罚款的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不管改与不改 均可处以罚款 接下来这页评题一般了解 我们教材中收了 但是我们一般了解 说他不办税务登记的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 预期不改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就吊销勤业执照了 因为他一直不向税务机关 去补录那些税务信息 那么税务机关通知他 他还不改 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当然这个是税务机关去找啊 去提醒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吊销勤业执照 另外呢就是纳税人通过提供 虚假的证明资料等手段 骗取税务登记证 这个也是处于2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是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如果涉嫌其他违法行为的 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来处理 这一页一般了解 一般了解 因为咱们现在没有单独的税务登记证件了 接下来呢 是2021年考过的一个单选真题 下列行为中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的是哪一个选项 A为按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的 咱们前边说的是什么虚假骗取啊等等啊 没说这个为按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的 所以呢选项A不能选 选项B当期进项税额 为按规定进行认证的 这肯定不能选 首先就是咱们那个进项税认证这个词 最近好多年官方都不提这个词了 咱们现在那个进项税啊 你能不能抵 咱们不用认证这词 是说你要去上增税专项发票啊 管理它专门的相应的平台 你到上边去勾选哪些需要去抵进项 而不用认证这个词 咱们退一万步说 用好几年前咱们用的 这个增税专项发票认证这个词 但是你这个进项税即便不认证 顶多是你别抵这进项啊 谈不到对你进行罚款啊 所以选项B不能选 选项C 为按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号 向事务金管报告 咱们前面有这一条 银行账号全部的都得要向税务金管报告 选项B以资产货物对外捐赠 为视同销售的 对外捐赠没有视同销售 那我们还要看你这有益的还是无益的 无论有益的还是无益的 这个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2000以下罚款 没有这一条 没有这个方面 所以我们要选择选项C 接下来呢 是第二组考点 第二组考点 我是把教材中针对扣脚义务人税务伪章处罚的 它分散在我们教材啊 这一节好多地方的 我给它汇总在一起了 方便学员朋友们梳理把握 扣脚义务人的伪章行为 首先呢 未按照规定办理扣脚税款登记的 税务机关应当自发现之日期三日内 则领限期改正 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对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簿及有关资料 那么扣脚义务人如果没有按照规定 去设置保管带扣带脚 带收带脚税款账簿 或者保管带扣带脚 带收带脚的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的 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2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和纳税人处罚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纳税人如果没有按规定保管账簿资料的 那个情节严重的处的是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而扣脚义务人是5000元以下罚款 所以我们看力度不一样 接下来是未按期申报纳税 扣脚义务人为按照规定的期限 向税务机关报送带扣带脚 带收带脚税款报告表和有关资料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可以处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如果他没有履行扣脚义务的 这个是咱们以往年度考的特别多次的 扣脚义务人应扣未扣 应收未收税款的 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交税款 对扣脚义务人处应扣未扣 应收未收税款 50%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这个考的次数非常多 接着就是扣脚义务人偷税行为 偷税咱们征管法用这个词 但是刑法用的是逃避缴纳税款 同时对于扣脚义务人 我们说他偷税就是他扣而不交 他扣了税但是把税没有交入国库 用欺骗隐瞒等手段自己留下了 所以我们看扣脚义务人采取伪造 变造隐秘密 擅自销毁账簿 记账凭证等手段 不交或者少交 以扣已收税款的是偷税 征管法说是偷税 但是如果到了刑法那 说他属于逃避缴纳税款 税务机关将追缴 其不交少交的税款至纳金 并处不交少交税款 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这个就和咱们前面说 他连扣收这都没干 更谈不上交了 他什么都不干 代扣代收这环节没干 代交当然也没干 那个50%以上3倍以下罚款 如果他扣了收了 用欺骗隐瞒等手段 没有交过过库 罚的就比较重 5倍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扣缴诱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 不缴或少交 以扣已收税款 数额较大的 依照规定来处罚 对多次实施上述行为 未经处理的 按照累计数额来计算 另外呢 虚假申报 靠缴义务人 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 由室友机关责令 限期改正 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 那么有的学员分不清 说你看这不是虚假 虚假申报 是不是偷税啊 不是 我们一定要注意 要注意区分 偷税啊 是有手段 有结果 欺骗隐瞒等手段 另外 有不交 少交税款的结果 虚假申报呢 是有手段 没结果 他只是做了虚假申报 没有导致他 少交税款 或者不交税款 因为咱们现实中 有一些 这个虚假申报 有的 还多交税 给自己脸上贴金 下面的第三组考点 我就是要带着学员朋友们 把纳税人偷税 逃避缴纳税款 骗税 抗税 欠税 虚假申报 不申报行为的认定和法律责任 梳理一下 首先呢 偷税 逃避缴纳税款 它的行为特征 就是纳税人采取了伪造 变造 隐秘 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 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 或者不列少列收入 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 拒不申报 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手段 注意前面说的 都是欺骗隐瞒等手段 后边说了结果了 不交或少交应纳税款的 这个是偷税 偷税是征管法里的词汇 如果是刑法里 用的是逃避缴纳税款 因此呢 我们大家就要注意 对于偷税 有手段 有结果 你看 结果就是不交少交税款 处罚 对于纳税人偷税 或逃避缴纳税款行为 税务机关呢 追缴 其不交少交的税款支纳金 并处不交少交税款 50%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刑法中呢 有一个罪名叫逃税罪 具体来说 依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这个逃税罪 涉及到的 是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 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或者不申报 逃避缴纳税款 数额较大 并且占 因纳税额10%以上的 一个说 数额较大 绝对量比较大 并且相对量也比较大 10%以上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这个罚金就是法院判的 而咱们前面说的罚款 是行政罚款 是事务机关 对他处以的行政罚款 后边这罚金是法院判的 接着数额巨大 并且占 因纳税额30%以上的 比例更大了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接着就是扣缴义务人 也是采用前面的 欺骗隐瞒等手段 不缴或者少缴 以扣 以收税款 数额较大 也是按照 前款的规定 进行处罚 对多次实施上述行为 未经处理的 累计数额计算 但是呢 我们看 有第一款行为 欺骗隐瞒等手段 咱们前面也说了 然后不缴少缴税款 等等 经税务机关 依法下达 追缴通知后 不缴了应纳税款 缴纳至纳金 已受行政处罚的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也就是啊 在这里强调 他有偷税行为 但是税务机关 通知他 他补税啊 制纳金啊 还有税务机关 给他的那个罚款 百分之五十一上五倍下八款 他也都接受了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后边有一条 五年内 因逃避缴大税款 受过刑事处罚 或被税务机关 给予两次以上 行政处罚的除外 那也就是说啊 咱们前面这个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往往是他出犯 你看后边的语教不改的 那这个除外了 那除外是什么意思 那就追究刑事责任 语教不改的 要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呢 在这里就出现了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有一些娱乐圈的一些人士 你看啊 还有呢 有一些网络主播 税务机关 要求他补交税款 支纳金 他也接受罚款了 最终没有追究 他们刑事责任 依据的也是这一条 接下来骗税 骗税的行为特征呢 是以假暴出口等欺骗手段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处罚规定呢 由税务机关追缴 其骗取的退税款 并处骗取税款 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 税务机关可以在规定 期限内停止 为其办理出口退税 也就是停止他的出口退税权了 大家注意到没有 骗税啊 咱们对他进行处罚 最低就是一倍 比前边 那个偷税 百分之五十相比较 骗税罚的要重 前面那个偷税 实际上说的 就逃避奖大税款 我该交的税 我用欺骗隐瞒等手段 我藏着 我不交 我悄悄的进村 打枪的不要 反正就是 不能让大家知道 我藏起来 这个税 骗税 为什么罚的重呢 他骗取出口退税 是从国库里 是从国家的兜里面 往外骗钱 因此 罚的就比较重 这已经入了国库的 你给骗出来了 前面是 我该入国库 我藏着 我不入 这个是人家都已经 入国库的钱 他给骗出的 所以骗税罚的重 大家要注意 接下来呢 第三 抗税 行为特征 是以暴力威胁方法 拒不缴纳税款 那比如说 就是不交 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 围攻税务机关 殴打税务干部 就是不交 就是类似这一类的 处罚规定 除由税务机关 追缴其聚缴的税款 之那今外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情节轻微 未构成犯罪的 由税务机关追缴 其聚缴的税款 致那金 并处聚缴税款 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 处及刑法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聚缴税款 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金 在这儿我们发现抗税啊 它和那个偷税相比 情节更严重了 偷税是悄悄的嘛 抗税是明目张胆的 非常啊恶劣 影响很恶劣 同时我们注意一下 它的刑期 大家看上去 好像跟偷税差不多 你看三年以下 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 但是呢 抗税在咱们现实生活中 一旦要判 往往是恕罪并罚 它可能还会形成伤害 所以它很可能 是抗税和伤害罪 恕罪并罚的 接下来 虚假申报 虚假申报的行为特征 就是纳税人编造 虚假的计税依据 这儿没说 有不交少交税款 这个是咱们前面 给大家分析过 处罚规定呢 由税务机关责令 限期改正 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呢 是不进行申报 行为特征 就是纳税人不申报 不交少交应纳税款 这不进行申报 它有不交少交应纳税款的结果 但是它没有 其他的欺骗手段 所以在这儿 它就是不申报 处罚规定呢 由税务机关追缴 其不交少交税款 质纳金 并处不交少交税款 百分之五十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 提示一下啊 前边那个骗取出口退税 和抗税情节严重的 要承担刑事责任 对骗税抗税 税务行政处罚的下限都是一倍 同时给大家有个拓展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偷税或者逃避缴纳税款 是咱们税法考试的一个经常性的考点之一 就是咱们以前考试有的时候让你去判别 判别他这个就是普通的偷税行为 还是已经触及刑律了 那么我们考生呢要注意偷税的绝对额和相对额会影响到我们对偷税行为和逃税罪的区分 绝对额呢 我们要用不含教育费附加和非税款项 因为在这说的是税不含非税的 相对额呢我们要用偷税比例来认定 因为咱们刚才有什么达到百分之十以上啊百分之三十以上 他不有那个比例吗 我们用他偷税的税额除以偷税税额加上他以纳的正常啊 他正常申报以缴纳的税额 用这个比例乘以百分之百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初犯改过不判刑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有一些网络主播呀 娱乐界人士啊 你看他们也会发生相应的这个偷税啊等等行为啊 但是呢按税务金要求补税了 交了支纳金了交了罚款了 初犯改过不判刑 接下来呢是本节的第四组考点 违反税务代理的法律责任 那么这个呀大家也要注意 税务代理人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 造成纳税人未交少交税款 除由纳税人去缴纳或者补缴应纳税款 至纳金外 对税务代理人 除纳税人未交少交税款 50%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咱们最近这段时间 有一些娱乐界或者网络人士 他们税收未规 代理人是有责任的 他有一些做那个所谓的税收筹划是有问题的吗 那么实际上真追究起来 可以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处罚的 这点大家要注意 因为这也属于热点问题 下面呢我们进入本章的第六节 纳税担保和抵押 这一部分内容特别碎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没有完全按照我们教材 也没有完全按照清衣给大家讲解 这部分我的讲解方法是这样的 我先把一些概念和主要规定 列了张大表 把清衣那个表格里边 容易考的给大家汇集在一起了 然后提示大家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大家呢一起来看 纳税担保概念 纳税担保是指经税务机关同意或确认 纳税人或其他自然人法人经济组织 以保证抵押质押的方式 为纳税人应当缴纳的税款 及支纳金提供担保的行为 他要提供担保 他有好多方式 保证抵押质押 用这些方式去提供担保 接着呢就是纳税担保人 包括以保证方式 为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的纳税保证人 和其他以未设置或者未全部设置 担保物权的财产 为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的第三人 这些呢都是纳税担保人 下面考点来了 纳税担保的范围 这个咱们是考过客观题的 纳税担保的范围 包括税款支纳金 和实现税款支纳金的费用 这个考过客观题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让你选择呀 有税款支纳金 实现税款支纳金的费用 这里的费用 包括抵押质押登记费用 质押保管费用 以及保管拍卖变卖担保财产 等相关费用支出 这个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接下来就是用于 纳税担保的财产权利的价值 不得低于应当缴纳税款支纳金 并考虑相关的费用 纳税担保的财产价值 不足以抵交税款支纳金的 税务机关应当向提供担保的纳税人 或纳税担保人继续去追交 因为你担保了 最后这些财产不足以去抵交税款支纳金 你又是担保人 不足的那部分 你还是要进行缴纳的 税务机关向担保人去进行追交 接着我们大家看 纳税担保人按照法律规定 需要提供纳税担保的 应当按照纳税担保实行办法规定的抵押 质押方式 以其财产提供纳税担保 纳税担保人已经以期财产 为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供担保的 不再需要提供新的担保 接下来呢 是纳税保证 说的是什么呢 是纳税保证人向税务机关保证 如果纳税人不按照税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或者税务机关确定的 期限去交清税款支纳金的时候 由我们纳税保证人 按照约定去履行缴纳税款支纳金的行为 等于啊 这保证人他不交我替他交 就是这意思 因此呢 我们注意 税务机关认可的保证成立 不认可的保证还不成立 接着又是一个概念 我们先把这个概念搞清楚 纳税抵押 是指纳税人或者纳税担保人 不转移对纳税担保证行办法所列财产的占有 不转移财产占有 将财产作为税款支纳金的担保 如果纳税人预期他没有交清税款支纳金的 税务机关就有权依法处置这个财产 去抵交税款支纳金 他不转移这个占有 那比如说 我这个企业 我有一个房子 我不转移占有 我就用这个房子 我就抵押了 抵押 那他如果纳税人不交税 这房子 我作为抵押物 税务机关系看着拍卖 然后去交纳税款和支纳金 接下来纳税质押 质押和抵押不一样 我们注意一下 抵押是不转移财产占有的 质押是要转移财产占有 他指的是经税务机关同意 纳税人或纳税担保员 把他的动产或者权利凭证 移交税务机关占有 将该动产或权利凭证 作为税款支纳金的担保 直接把一些什么证券 就转移账就放在那了 如果纳税人没交税 这个作为担保 这些证券呀 或者有些动产呀 纳税人 预期未交清税款支纳金的 税务机关有权依法处置 这些动产或权利凭证 以抵较税款和支纳金 那么纳税质押分为动产质押 和权利质押 这些概念先搞清楚了 提醒大家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担保的范围 刚才表里有 以前考过 第二 不能作为保证人的七种情况 高频考点 因为咱们在这里啊 要做纳税保证 那保证人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 不能作为保证人的 有七种情况 第一 两年内 因特定违法行为 被追究过法律责任的 第二 违法行为正被立案处理 或侦查的 正查着他呢 第三 信誉低的 C级以下的 第四 他自己就有欠税的 第五 有担保关联关系 第六 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第七 在本市地州 无住所的自然人 或者税务登记不在 本市地州的企业 就等于 自然人他不在这住 企业也不是这的企业 然后他过来担保 咱们要对他进行处置 有点边长莫及啊 接着我们再看注意的问题 不可抵押财产 有八种情况 高频考点 主要呢 涉及到的 就是土地所有权 和土地使用权 抵押范围规定的 那个除外 有特例的除外 再有 事业单位 等教育设施 咱们那教材中啊 还有亲一礼都给大家列了啊 什么幼儿园啊 学校啊等等 事业单位啊 教育设施 另外 扣押查封的财产 以及禁止流通 和不可转让的财产 都不能够用作抵押 下面我们来看 2015年和2018年 考过一个相同的 知识点的多选题 具有特殊情形的企业 纳税人存在担保关联关系的 这个不能作为保证人 选项D 纳税信用等级被评为C级以下的 也是不能作为纳税保证人 ABCD都要选 下面呢我们再看2020年考过的一个单选真题 下列各项财产中可以设定纳税抵押的 是哪一个 这就是咱们前面说有一些财产 它是不能够去设抵押的 土地所有权不能够设抵押 另外 被依法查封的财产 还有它已经是 按法定程序确认为 它是伪章的建筑物 这个都不能去做抵押 能做抵押的只能是选项D 依法有权处分的 国有房屋 我们要选择选项D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七节 纳税信用管理和重大税收违法 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 这一节呢 今年教材有一些新增的点 我带着大家看一下 第一组考点呢 是纳税信用管理的基本规定 纳税信用管理呢 是指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纳税信用信息 开展采集评估确定发布 以及应用 等活动 那下面呢 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 把纳税信用管理里边的一些要点 梳理一下 同时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 往往就是那几句话你要注意 我们先看一下纳税信用管理 事行办法的适用范围 以办理税务登记从事生产经营 并适用查账征收的企业纳税人 以及以下的企业纳税人 在这里说的企业纳税人 第一 从首次在税务机关办理设税事一致起 时间不满一个评价年度的新设立的企业 就是新企业 第二 评价年度内没有生产经营业务收入的企业 第三 特别特殊 试用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的企业 大家注意到没有 咱们前边强调的是 试用查账征收的企业纳税人 但是如果你企业所得税 用核定征收办法的 也是要纳入纳税信用管理的 这点看上去有矛盾 但是大家要注意 一般我们强调的是查账征税 但是如果你是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的企业 也要纳入纳税信用管理 同时注意 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 可以自愿参与纳税信用评价 接着呢 就是纳税信用信息的采集工作 组织实施单位 是谁啊 是国家税务总局和省税务机关组织实施 而且是按月采集 采集纳税信用信息 容易出客观题 接着呢 就是纳税信用信息的分类 这个一般了解 有纳税人信用的历史信息 纳税人他自身情况的历史信息 还有我们税务内部通过对他的管理 然后我们获取的内部的信息 第三外部信息 就是我们常说的第三方信息 接着呢 就是纳税信用评估方法 采取年度评价指标 得分和直接判级这两种方法 这两种方法分别怎么运用 我们看 近三个评价年度内存在 非经常性指标信息的 从100分起评 近三个评价年度内 没有非经常性指标信息的 从90分起评 我们大家要把握的是第二 直接判级的适用于什么 有严重失信行为的 有严重失信行为 我们根本不给他打分 什么90分起评 100分起评 我们直接直接判级 一下就给他搁的递级了 都有可能的 接着就是纳税信用评价的周期 是一个纳税年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 不参加本期的评价 一个就是纳入纳税信用管理时间 不满一个评价年度的 在这提示一下 就是纳入纳税信用管理时间 不满一个评价年度的 他不参加本期评价 但并不意味着 不适用纳税信用管理 是什么办法 按照规定他没有发生 规定失信行为的新设立企业 咱们是给他有一个M级纳税信用的 所以我们后边分级的M级 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 我们直接给他M级 虽然不参加本期评价 但是我们先给他定一个M级的纳税信用 第二 因涉嫌税收违法被立案查处 尚未结案的 第三 被审计财政部门依法查出税收违法行为 税务机关正在依法处理 还没办结的 第四 已经申请税务行政服役 提起行政诉讼 还没有结案的 第五 其他不应参加本期评价的情形 所以在这呢 我们注意一下 就往往他可能会涉及到啊 有一些税务违章 违法行为 没有结案 或者有征纳纠纷 还没有解决完的 那么对于这一类的 我们要求他不要参加本期的评价 要不然过好评 因为他没有定性的啊 好多东西 接下来呢 提示大家纳税信级别 分为A B M C D 5级 这点呢就是 以往年度客观提友的时候 会突然给你一个选项 说这个就是A级的 或者这个就是D级的 这个就是M级的 所以我们大家呢 对这个呀 这些内容你熟悉一下 A级纳税信用呢 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在90分以上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 就不能评为A级了 下面不能评为A级的 一是实际生产经期不满三年的 第二上一评价年度的 纳税信用评价结果是D级的 上一年度是D 你不能夸本年一下就跳到A 我们后面还要强调这一点 第三非正常原因 一个评价年度内增值税连续三个月 或累计六个月零申报复申报 第四不能按照国家统一的 会计制度规定去设置账簿 并根据合法有效凭证核算 向税务机关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 接着我们看B级纳税信用 是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70分以上不满90分的 就是70到90分之间 但是没达到90分的 接着第三 未发生后数五项所列失信行为的 下列企业 我们给它呢 试用M级的纳税信用 一个就是新设立的企业 第二就是评价年度内 没有生产经营业务收入 并且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是在70分以上的企业 所以M级纳税信用适用的什么 主要是新设的企业 然后再有就是评价年度内 它没有生产经营业务收入 评价指标得分也不是特别难看的 它是70分以上 接着第四 C级纳税信用 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40分以上 不满70分的 D级 D级是最低一级了 纳税信用 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不满40分 或者直接判级 确定的有严重的违规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 本评价年度直接判为D级 第一 存在偷税逃避缴纳税款 逃避追缴欠税 骗取出口退税 虚开增税 赚发票的行为 经判决构成涉税犯罪了 第二 存在第一项锁裂行为 未构成犯罪 但偷税逃避缴纳税款 金额在10万元以上 并且占各税种 应纳税总额10%以上 或者存在逃避缴纳欠税 骗取出口退税 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 以缴纳税款 支纳金罚款的 那么在这里 也是直接给他判为D级 第三 在规定期限内 未按税务机关处理结论 缴纳或者足额缴纳税款 质纳金或罚款的 第四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 或拒绝阻挠税务机关 依法实施税务急查 执法行为的 第五 存在违反增值税发票管理规定 或者违反其他发票管理规定的行为 导致其他单位或个人未交少交 或者骗取税款的 第六 提供虚假申报材料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 第七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被停止出口 退免税资格未到期的 第八 有非正常户记录 或者由非正常户 直接责任人员注册登记 或负责经营的 第九 由地级纳税人的 直接责任人员注册登记 或负责经营的 第十 存在税务机关依法认定的 其他严重失信情形的 接下来就是纳税人有下列情形的 不影响 其纳税信用评价 这里呢 就有我们今年教材新增的内容了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不影响纳税信用评价 第一呢 由于税务机关的原因 或者不可抗力 造成纳税人 未能及时履行纳税义务 在这我们一看 纳税人没责任啊 不可抗力 或者是征收机关的问题 第二 非主观故意的计算公式运用错误 以及明显的比误 造成的未交少交税款 这里也是有未交少交税款 但是明显比误 明显的非主观故意 第三 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 其他不影响纳税信用评价的情形 在这里呢 提示大家今年我们教材新增了 自2021年度纳税信用评价起 税务机关按照守为不罚相关规定 对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的相关记录 不纳入纳税信用评价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税务机关列了一些守为不罚 那些往往都不是很严重的一些过失 纳税人的初次 他确实可能违反相应规定了 但是呢 本身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而且迅速他改正了 那么咱们就有这个守为不罚 你第一次违反 但是我不对你进行处罚 那么相关记录呢 不纳入纳税信用评价 不会说啊 你看你这就有违规了 你有污点了呀 等等等等啊 所以在这呢 注意是咱们今年新增的内容 下面呢 我们看单选题 下列关于纳税信用管理的表述中 符合规定的是哪一个 税务机关每年2月 确定上一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大家注意我是用题目带考点 不是2月 应该是4月 4月是我们的税收宣传月 特别好记 就在税收宣传月 确定上一年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选项B 实际生产经营期不满三年的纳税 本评价年度不能评为B级 这个不对 是不能评为A级 接着选项C 年度内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的企业 不参加本期评价 这个不能够不能够去选 因为咱们前面说了 没有生产经营业务的一些企业 如果他没有严重违规的 咱们还给他定那个M级呢 所以选项C也不对 选项D 以直接判疾进行纳税信用评价 适用于有严重失信行为的纳税人 这个是正确的 我们要选择选项D 接着呢 我们再看一个单选 未发生涉税违法违规失信行为的新设立企业 评价年度内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 并且年度评价指标得分为70分以上的企业 纳税信用级别为M级 选项D 接着呢 是第二组考点 纳税信用修复 我们看一下修复条件 纳入纳税信用管理的企业纳税人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纳税信用修复 因为原来他那信用给他定的级别比较低啊 那么他可以申请修复 第一 纳税人发生未按法定期限 办理纳税申报 税款缴纳 资料备案等事项 且已经补办了的改正错误了 第二 未按税务机关处理结论 缴纳或者足额缴纳税款 质纳金和罚款 未构成犯罪 纳税信用级别 被直接判为D级的纳税人 在税务机关处理结论 明确的期限期满后六十日内 他就足额缴纳补缴的 也是迅速改正错误了 第三 纳税人履行相应法律义务 并由税务机关依法解除非正常户状态的 第四 破产企业或其管理人 在重整或和解程序中 以依法缴纳税款 质纳金 罚款 并纠正相关纳税信用失信行为的 这是今年教材新增的 第五 也是今年新增的 因确定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纳税信用直接判为D级的纳税人 失信主体信息 以按照国家寿总局相关规定 不予公布或停止公布 申请前连续12个月 没有新增纳税信用失信行为记录的 接着第六 由纳税信用D级纳税人的 直接责任人员 注册登记或者负责经营 纳税信用关联评价为D级的纳税人 申请前连续6个月 没有新增纳税信用失信行为记录的 第七 因其他失信行为 纳税信用直接判为D级的纳税人 以纠正纳税信用失信行为 履行税收法律责任 申请前连续12个月 没有新增纳税信用失信行为记录的 第八 因上一年度 纳税信用直接判为D级 本年度纳税信用保留为D级的纳税人 已经纠正了纳税信用失信的行为 履行了税收法律责任或失信主体信息 已经按照国家受总局相关规定 不予公布或停止公布 申请前连续12个月 没有新增纳税信用失信行为记录的 如果纳税人确实具备了修复 他这个纳税信用的条件的 那么他要提出修复申请 我们来看 符合上述第一点第一条所列条件 并且失信行为已经纳入纳税信评价的 纳税人可以在失信行为被税务机关列入 失信记录次年年底前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信用修复的申请 税务机关按照纳税信修复范围标准 调整该项纳税信用评价指标的分值 重新去评价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级别 那么如果符合前边第一点里边 第一条所列的条件 但是失信行为呢 本身就没有纳入纳税信用评价的 纳税人就无需去提申请了 下面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 如果符合上述第一点里 二三条所列条件的 纳税人呢 可以在纳税信用被直接判为 地级的次年年底前 时间啊 判为地级的次年年底前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失信行为 纠正情况 调整该项纳税信用评价指标的状态 重新评价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级别 但是不能够从D级直接上升为A级 所以呢提示大家这一点 就是D级啊 它不能直升为A级 上面信用评价结果是D级的本年度 不能啊 你从D级一下 你就坐飞机 你就上到最好的那一级了 被直接判定为D级的纳税人 申请纳税信用修复的 也不能够给他评价为A级 第三 非正常户失信行为的纳税信 修复一个纳税年度内 只能申请一次 纳税年度呢 用公立粘制 非正常户失信行为啊 我们对他进行信用修复啊 一年只能申请一次 接着就是修复 主管事务机关呢 自受理纳税信用修复申请之日起的 15个工作日内 完成审核 然后向纳税人反馈信用修复结果 就原来啊 我都已经给你打到最底级了啊 是D级了 现在我给你修复了 但是你不能 是A级 我现在给你修复成 C级或者是B级了 告诉结果 纳税信用修复完成后 纳税人按照修复以后的纳税信用级别 适用相应的税收政策和管理服务措施 咱们这个纳税信用等级高的像A级啊 咱们实际上包括纳税人享受一些贷款啊 还有一些信息服务等方面啊 它都有优势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 它修复以后了 就要适用 它修复以后的 比如你是B级的啦 或者是C级啊 相应的政策和管理服务措施去享受了 那么之前 已适用的税收政策和管理服务措施 不做追溯调整 你修复之前你可能是D级 对你那管理就非常严格 那有一些政策也比较苛刻 那你现在修复 我们不能追溯去调以前的 你修复以后享受 咱们现有的 你修复以后级别的相应可享受的措施 接下来我们看 单选题 下列关于纳税性修复的表述中 符合税法规定的是哪一个 选项A 非正常户失信行为 一个纳税年度 可申请两次纳税性修复 不可以一次一次 选项B 纳税人履行相应法律义务 并由税务机关依法解除非正常户状态的 可在规定期限内 向税务机关申请纳税信用修复 这个是正确的 选项C 主管税务机关 自受理纳税信用修复申请之日起 30日内完成审核 并向纳税人反馈结果 不是30日 15日 选项D 纳税信用修复完成后 纳税人之前 已适用的税收政策 和管理服务措施 要做追溯调整 不做追溯调整 我们前面刚说过 我们要选择选项B 接下来是我们教材今年新增的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 税务机关应依照规定 确定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向社会公布失信信息 并将信息通报相关部门 实施监管和联合惩战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 应当遵循依法行政 公平公正 统一规范 审慎适当的原则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保护 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对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工作中 知悉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个人信息要予以保密 所以呢在这里啊 对于一些商业秘密 国家秘密 个人隐私 个人信息啊 还是要在 虽然我们说是要公布啊 但是有一些该保密的 是要予以保密的 给大家几点提示 这都是今年新增的容易考 第一点提示 所称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扣脚义务人 或者其他涉税当事人 第一就是 伪造变造隐秘 擅自销毁凭证 记账凭证 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 或者不列少列收入 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 而拒不申报 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不交或少交 应纳税款 一百万元以上的 前面说的 都是咱们前面那个偷税的行为 结果他强调的 一百万元以上 并且 任意年度不交少交税款 应纳税款 占当年各税种应纳税总额 百分之十以上 或者采取钱款手段 不交少交 以扣以收税款 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 那金额比较巨大 另外呢 还有这个比例 接着第二 欠缴应纳税款 采取转移或隐移财产的手段 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税款 欠缴税款 金额一百万元以上 又是个一百万 我们注意一百万一百万啊 在这不断的出现了 这是妨碍税务机关 追缴欠税 那么这个欠税金额一百万以上 第三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在这直接就说骗税 没说多少钱 第四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 这不就是抗税吗 所以骗税抗税 这儿没说金额 第五 虚开增值税专票 或者虚开 用于骗取出口退税 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 第六 虚开增值税 普票一百份以上 或金额四百万元以上 第七 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发票 非法制造发票防伪专用品 伪造发票兼职张的 第八 具有偷税 逃避缴纳税款 逃避追交欠税 骗取出口退税 抗税 虚开发票等行为 在急查案件执行完毕前 不履行纳税义务 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 经税务机关检查确认 走逃或者失联的 第九 为纳税人扣缴纳 路人非法提供银行账户账户发票 证明或者其他方便导致未缴少交税款一百万元以上或者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 在这里说骗取出口退税没说骗取出口退税金额 那前面是未交少交一百万元以上又说一百万 接着第十税务代理人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纳税人未交少交税款一百万元以上的 咱们大量的都在说一百万 接着就是其他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税收违法行为 第二点提示 就是税务机关应当在做出确定失信主题 决定前要向当事人送达告知文书 先告知后决定 告知他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对纳入纳税信用评价范围的当事人 还应该告知你是用D级纳税人管理措施 那么当事人在税务机关 告知后五日内可以书面或口头提出 陈述申辩的意见可以辩解一下 当事人口头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 税务机关应当制作陈述申辩的笔录 并由当事人签章 确认一下这就是他说的 经社区的市自周以上税务局局长 或其授权的税务局领导批准 税务机关在规定的申请行政服役 或提醒行政诉讼期限届满 或者行政服役决定人民法院判决或裁定生效后 于30日内制作诗信主体的确定文书 并依法送达当事人 第三个提示 就是税务机关应当在失信主体 确定文书送达后的4月15日内 就要向社会公布下列信息了 第一 失信主体的基本情况 第二 失信主体主要税收违法事实 第三 税务处理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以及法律的依据 第四 确定失信主体的税务机关 哪个税务机关给它确定 第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应当公布的其他信息 这点大家注意啊 就这个提示三 一个是时间 4月15日内 第二 就是信息公布什么信息 是比较容易考的 今年啊 比较容易考 那么在这呢 我们注意一下 对依法确定 为国家秘密的信息 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公开的那些信息 以及公开后 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 经济安全 社会稳定的信息 税务机关是不予公开的 第四点提示 税务机关对按规定 确定的失信主体 纳入纳税信用评价范围后 按照纳税信用管理规定 把它的纳税信用级别 判为D级 因为严重失信 适用相应的D级纳税的管理措施 失信主体信息 自公布之日起 满三年的 税务机关 在五日内 停止信息公布 公布之日起满三年的 五日内停止 它的信息公布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多选题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 扣脚义务人 或者其他涉税当事人 税务机关确定其为失信主体的 有 选项A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 这个有 选项B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 这个有 选项C 虚开增值税 普通发票金额100万元以上的 我们刚才提到呀 有好多我们要给大家确定失信主体的 有好多100万 但是只有增值税普票 金额说的是400万 只有那个是400万 我们用题目带一下考点 选项D 税务代理人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 造成纳税人未缴少交税款 100万元以上 这个也是要确认失信主体的 我们要选择A B D 接下来呢 是第八节 税收违法行为 检举管理办法 在这呢 第一组考点呢 我们来看 税收违法行为的检举 这检举指的就是 单位个人 他采用书信啊 电话啊 传真啊 网络啊 甚至于来访 等形式 向税务机关提供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税收违法行为线索的行为 检举人呢 他可以实名检举 也可以匿名检举 这里的税收违法行为呢 指的就是涉嫌 偷税逃避缴纳税款啊 逃避追缴欠税啊 骗税 虚开伪造 变造发票 还有其他的 与逃避缴纳税款 相关的税收违法行为 接下来 我们注意税务机关呢 应当向社会公布 举报中心的电话传真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网络检举的途径 设立检举接待场所 和检举箱 税务机关也同时通过12366 这个是纳税服务热线 接收税收违法行为的检举 除了按照规定 不与受理的之外 举报中心 自接收检举事项 之日起 既为受理 下面我们看 不与受理的检举 这一部分内容比较多 我只是把一考抽出来 提示一下大家 不与受理的检举 下列行程之一的不与受理 第一 无法确定被检举对象 或者不能提供税收违法行为线索的 上来就说 听说有一些演员啊 他们逃税了 哪个演员逃税了 或者 谁谁谁逃税了 你有线索吗 没有 没有 我觉得他就逃税了 这个不与受理 第三 检举事项 已经或依法 应当通过诉诉 仲裁 行政复义 以及其他法定途径 解决的 第三 对已经查结的同意检举事项 再次检举 又没有提供新的有效线索了 举报中心 可以应十名检举人的要求 根据情况 采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 解释不与受理的原因 大家注意点举报中心 解释不与受理的原因 可以口头 也可以书面方式去解释 接下来就是对检举事项的处理 检举事项受理后呢 应当分级分类 我在轻衣里面是给大家列了表的 但是我们讲课的时候抽出核心的 这个轻衣表里面也有 分级分类 按照下列方式来处理 第一 检举内容详细 税收违法行为线索清晰 证明资料充分的 那 由检查局立案了 你看又清晰又详细又充分的 检查局立案检查 第二 检举内容与线索较明确 但缺少必要的证明资料 有可能存在税收违法行为的 有检查局调查核实 发现存在税收违法行为的 才立案去检查 没有发现的 做查结处理 第三 检举对象明确 但 其他检举事项不完整 或者内容不清 线索不明 可以暂存代查 待检举人把情况补充完整以后 再进行处理 第四 已经受理尚未查结的检举事项 再次检举的 可以合并处理 还没查完呢 又有检举的 可以合并 第五 涉嫌偷税逃避缴纳税款 逃避追缴欠税 骗税 虚开伪造 变造发票 以及其他逃避缴纳税款 相关的税收违法行为规定 以外的检举事项 转交有处理权的单位 或者部门 说的是这些以外的事 转 有处理权的单位或部门 举报中心应当在检举事项 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完成分级分类处理 特殊情况 除外 另外呢 查处部门应当在收到 举报中心转来的检举材料 至日起三个月内办理完毕 案情复杂 无法在这三个月期限内办理完毕的 还可以延期 下面呢 我们大家来看单选 查处部门应当在收到举报中心转来的检举材料 至日起的一定实现办理完毕 案情复杂 无法在期限内办理完毕的 可以延期 那么咱们规定的期限 规定的是三个月选项B 下面呢 是我们本章的最后一节了 税务文书电子送达规定 这里啊 税务文书的电子送达 说的就是税务机关 通过电子税务局等特定的系统 向纳税人扣脚 又人送达电子版的税务文书 经受送达人同意 税务机关可以采用电子送达方式 送达税务文书 电子送达和其他送达方式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应 受送达人呢 也可以据此来办理涉税事宜 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但是这里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这个受送达人呢 他同意用电子送达的 签订税务文书电子送达确认书 税务文书电子送达确认书 包括电子送达文书的范围 效力渠道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受送达人如果他需要指质税务文书的 可以通过特定系统自行给他打印 也可以去找税务机关 到人家那个办税服务厅去打印 税务处理决定书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不含简易程序处罚的 还有呢 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 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 阻止出境决定书 以及税务急查 税务行政复议过程中使用的税务文书 暂不适用本规定 什么意思呢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重大的一些决定 那么这些文书不能用电子送达 所以呢 我给大家画了一张表 轻易理由 涉税文书电子送达 适用范围和不适用范围 适用我们根据刚才的描述 一个呢 是简易程序处罚的决定书 另外就是除了不适用的以外 其他的税务文书 而不适用的 特别小心 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出选择题的 一个是税务处理决定书 税务处理决定 这个很重要的 要定性啊等等啊 这样的你不能随便拿电子送达 第二税务行政触法决定书 第三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 都要给人扣押查封了 这个不能电子送达 强制执行决定书 不能电子送达 阻止出境决定书 还有税务急查 税务行政复益过程中 使用的税务文书 这些都不能够电子送达 下面我们看 2020年在这考古真题的 下列税务文书中 可以采用电子形式送达的 是选项 A 税务处理决定书 这个不可以 税收保验措施决定书不可以 税务行政许可受理通知 咱们那个不可以的理没有这个 那这个就可以 强制执行的决定书 这个不可以 我们只能选择选项C 再看多选 以下关于税务文书电子送达表述中 正确的有哪些选项A 经受送达人同意 税务机关可以采用电子送达方式 送达税务文书这个正确 选项B 电子送达与其他送达方式 具有同等法律效率 这个正确 选项C 税务机关向受送达人 送达电子版式税务文书后 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 发送提醒信息 提醒服务 直接影响电子文书送达的效率 提醒服务不影响 效率 这个就是我们只是一项提醒服务 这个不影响效率 不能说呀我我提醒了这效率就高 不提醒效率就低 选项D 所有税务文书均适用电子送达的规定 有好多咱们列举的不能够去电子送达呢 所以这个题目正确的选项只有A和B 各位学员又到了我们的化尖墙时间了 用户586-1175-393 说北京的疫情一波接着一波 半年都未曾回家的我 今天收到妈妈发来的花 虽然照片有点糊不太清楚啊 但是她的美穿透了屏幕 惊艳到我的眼球 这颗仙人球 我都一度遗忘了她的存在 今年却是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出她的姿态 只可惜花开只有一日 愿我也能像这颗名为太阳神的仙人球一样 积蓄了一年的力量 只为这一天光彩夺目 这是用户586-1175-393 发来的她心目中的花尖墙 各位学员 下面我们做一下本章的小节 本章呢 考点特别的琐碎 重点内容主要包括 征管法适用范围 注销登记 发票 申报等基础管理的时间和主要程序 税款征收的原则 征收的制度 企业破产清算过程中的税收征管 税务检查的职责 违反税收法规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违法行为 判别处理 还有这个扣脚义务人的责任 事务代理人责任 违反征管制度的责任 另外 纳税担保的担保人 不能够抵押的财产 纳税人 信用信息的采集 信用的修复 不与受理的检举 电子文书送达的条件 不适用电子送达的文书 内容非常琐碎 我们呢 要通过做练习 去加深对这些知识点的印象 各位学员 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 我们就走过了CPA说法基础班 百分之九十八点五的行程 路随远 行者将至 我们继续前行 继续加油 学员朋友们复习备考辛苦了 谢谢大家